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TealNet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服务 不管是你用TealNet去登录到远程的主机 或者说使用TealNet命令去查看 远端服务的某一个端口是否打开 都可以使用这个命令来进行 但是在Windows10的系统当中 默认的情况下是没有把这个服务打开的 OK,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来分享一下如何去打开 首先我们点击开始财量右键 选择Windows Portion 我们在命令行当中写入TealNet 这时候它会告诉你说这个命令没有 这就说明它默认的情况下是没有开这个服务的 然后我们进入到设置 在查找空中 查找Windows10功能 点击下面的启用或关闭Windows10功能 然后呢,往下拉 找到TealNet Client 点击确定 OK,Windows10功能 已经完成了请求更改 然后关闭 这个操作是需要进行系统重启的 然后呢,我们去关闭一下操作系统 OK,系统重启好了以后呢 我们点击开始这键 然后呢,进入到抛下 直接输入TealNet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个Microsoft TealNet 这就说明呢,我们这个TealNet已经使能了 然后呢,你通过命令就可以去登录到远程的这个服务器上去 好,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